感谢神 感谢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一阵子 我们都在跟耶稣 学怎么样的祷告 上个礼拜是复活节 那复活节不单单是一个 一个日子过了就过了 欢庆庆祝过了就过了 复活节过后到底 那可有什么呢 那刚好我们这一阵子 在讲主导文嘛 主导文讲第十讲了 开始讲到试探 哇 我觉得 讲到试探那不得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碰到 那更感谢的就是在复活节过后 我们开始来聊 试探的这件事情 因为讲到主导文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好像门徒会问耶稣说 主啊 求祢教导我们怎么祷告 我常常这么说 其实所有人都会祷告 所有的人你都会祷告 其实你翻开圣经 法利赛人文士会不会祷告 他们都会祷告 而且他们祷告也不少 可是耶稣说 他们的祷告上对空气说话也 你明白吧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一直在讲的是什么 我们这一系列讲 耶稣在说一个真正认识天父上帝的人 真正认识天父上帝的人 他的祷告才会正确 或者是我常常这么说 你的祷告才会准 才会有能力 我们的祷告才开始跟 法利赛人跟文士开始 开始不一样起来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这一系列的主导文 讲第十讲 如果之前你错过了 欢迎我们就 你可以回到YouTube 可以听之前的 慢慢的晨扑 慢慢的认识 那个天父上帝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知道 怎么正确的 有能力的祷告 阿们吗 好 那我们今天讲到 今天信息 我们先把神的话 一起来念过 我们就跟着姐妹 大声地把神的话 一起来念过 马太福音第六章 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了 你的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雅各书一章二到十八节 来 我的弟兄姐妹 当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 都要认为是喜乐的事 要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考验 会产生忍耐 你们要忍耐到底 在试炼中 能够忍耐到底的人 有福了 因为他若经得起考验 就必得到主应许赐给爱他之人的生命冠冕 当人受到诱惑时 不可说是上帝在诱惑我 因为上帝不受邪恶的诱惑也不诱惑人 其实我每个人受到诱惑的人都是受自己的私欲怂恶的 私欲怀了胎便生出罪 罪一旦长成便带死亡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上当受骗 一切良善的诗语和完美的恩赐 都是从天上 从重光之父那里来的 他不像转动的影子变化无常 他按着自己的旨意 借着真道重生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做出手的果实 希伯来书四章来 我们这位大祭司上帝的儿子耶稣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与我们一样曾经面对各种试探 却从来没有犯罪 所以让我们坦然无惧的 来到他赐恩的宝座前 好领受怜悯和恩典 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一起再把十六节 来念过好吗 一二三清 所以让我们坦然无惧的 来到他赐恩的宝座前 好领受怜悯和恩典 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继续分享这些 一起来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天父谢谢你爱我们 天父谢谢你爱我们 主要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但是透过诗歌来敬拜你 透过奉献来敬拜你 主这个时候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 来敬拜你 天父谢谢你要用你的话来对我们说话 愿你开我们的眼睛 使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奇妙 愿你开我们的耳朵 使我们耳朵真听到是主是你的声音了 主愿你开我们的心 使我们的心是谦卑柔软的来归向你 主让我们的心就像一块的好土 主让你的道一洒下去的时候 我们期待看见有三十倍的成长 有六十倍的成长 有一百倍的收成在当中 天父谢谢你继续对我们说话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祷告 奉耶稣的名祈求 Amen Amen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已经走到了主导文系列的 已经后半段了 今天我们到了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胸儿 这是耶稣所教我们 我们可以怎么样祷告 主导文七个重点 我们来到第六个 第六个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讲到的其实是一个属灵争战 耶稣说 你要叫我怎么样来带领你们 我们要跟神天父 你来带领我们的生活 那竟然是跟属灵争战有关系 耶稣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做试探 因为我们打开圣经 其实有两个字 两个概念 他们都很像 事实上他们是同一个字 在圣经的原文希腊文里面 他们是同一个字 可是同一个字里面 两个不同的力道 力量推你的时候 它就会把你推向两个 不一样的方向 就带出两个不一样的意思 但是你要知道 那个字跟 那个root 其实是同一个字来的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见 那个试炼跟试探 碰到的那个状况 那个感受 有时候其实还挺像的 有吗 其实还挺像的 但是不同的力量 把你往不同的地方推 你就开始走不同的路 阿们吗 好 所以这是一开始的时候 你要知道说 到底圣经这两个概念 有什么不一样 试炼跟试探 到底重点在哪 我们今天就翻开 雅各书一起来念 我们就把这一面经文 一起来 一二三 请 我的弟兄姐妹 当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 都要认为是喜乐的事 要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考验会产生忍耐 你们要忍耐到底 在试炼中能够忍耐到底的人 有福了 因为他若经得起考验 就必得到主应许赐给爱他之人的生命冠冕 到底试炼跟试探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我们看主导文的时候 我们要先来厘清的第一步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做试炼好了 神的话语一开始让我们看见 我们人就是会碰到各式各样的试炼 阿们吗 你躲不掉 你就是会碰到 而且呢 试炼因为是trials 试炼在大部分的时候 其实那个感受是什么 就是好像是困难 难处 或者是一些的逼迫 或者是我的困境在里面 可是圣经很奇怪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他说我们在试炼当中 我们可以有喜乐的态度 有吗 我们可以喜乐的起来 为什么呢 亲爱的兄姐妹 在圣经的原文 希腊文原来的意思 那trials 两股力道 当你被推向那个trials的时候 原来他原本的意思叫做putting to prove 中文翻译叫做以此证明 合乎标准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 你看到了没有 从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人生的试炼 是从上帝而来的 他不是为了要击垮我们 OK 他的目的是什么 是一个证明的机会 是一个提升你跟我的机会 开始明白那个试炼 虽然说有时候感觉不太好 so 我在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 我想到 我自己在中学的时候 我在淡泥丁长大 我非常着迷那个篮球 Basketball Man 我那个时候 想说 我们学校顶尖的篮球队里面 居然没有一个是华人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为什么没有 那当然 我们的个头都比别人还要 爱一点 我那时候我心里就是想说 我那么热爱篮球 我要成为学校 篮球校队的 不只是校队的队员 我希望可以成为那个 先发五个人里面 其中一个 我希望能够进去 可是那个时候 我知道我的同学 我们的学长也好 我们篮球队要考进去 你知道 Kiwi的身高都很猛 对不对 你们知道 Old Blacks 有一个captain 他叫Richard McCoy 他是比我大一岁的学长 他是Tago Boys 他是我的一个学长 那个时候 他也参加过篮球队的trials 你知道Richard McCoy 在高中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现在的身高 你知道你一站过去跟他 你看到他 他随随便拿着球跳起来就灌篮 你知道吧 Richard McCoy 我看你还是不要来能球队好 你去打Rugby可以了 感谢主 他继续专心他的Rugby 那我们就可以 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就知道 因为我身高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我记得我那时候14岁的时候 我真的很想要被选进 学校的第一个校队里面 我也知道我的身高 真的是不如人 我去问教练 教练请问我这样子的 我们的身高 我到底有没有希望 我要怎么样才可以 真的是被选进去 教练看了我一下 他说 身高当然是很重要 你不用去跟Richard比了 但是如果 我的教练跟我说 但是如果你的速度比别人快 如果你的投篮比别人还要准 那你就有可能成功 这个是我的教练跟我说的 所以亲爱的同姐妹 我就看到神的话 我就想到我自己那时候 为了参加那个学校的校队的选拔 我曾经有一整个暑假 两个月 我每一天都在练跑步 练我的体能 然后每一天我给我自己个菜单 就是我一定要投三分球 一定要投几个 五百个 三分球不是有五个点吗 就是我们大概 就是底线两边 中间两边 然后就五个点 一定要进 每个点一定要进一百个 所以我的菜单是说 我一定要进五百个三分球 过后我那一天 I'm free OK 你知道我的菜单结束 两个月都是这样子 所以亲爱的同姐妹 我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目标 我要进去学校最顶尖的篮球队 所以我每天练体能 练完之后 然后怎么样 五百个三分球 投到手都软了 你知道吗 因为投到后面 你开始要挑战你自己 你想说 现在到底是第几个了 现在到底还有几个 我还有两百八十个 快晕倒了 因为没有进就不算 你知道吗 整整两个月都是这样子 而且我们学校很好玩 每一年都要重选的 你知道吗 不是说你今年 哇 你很棒 哇 你进了校队 明年你继续 你就是校队 他每一年都要重选 每一年大家重新来过 所以那个时候 亲爱的同姐妹 大家每一年 trials的时候 选拔赛的时候 都非常非常的紧张 为什么 因为我今年可能 会被刷掉 对吗 no guarantee 那个教练就说 你不要以为 你跟我很好 他说 no guarantee 有可能你会没有进 有可能你会失败 可是亲爱的同姐妹 你知道吗 我们每一个进去 要选篮球队的 那个篮球员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兴奋 为什么 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目标 非常清楚 是那个很荣耀的 是那个很优秀的 是可以 是可以 你在学校 等于说你是最棒的那几个人 十个 十二个人 你知道吗 你是可以代表整个学校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一直很清楚地 记得教练跟我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 你如果速度比别人快 甚至是全队里面最快的 你如果 投然比别人准 甚至是全队最准的 你就很有可能成功 亲爱的同姐妹 当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看回上帝的话 你知道我开始懂了一件事情 这就是圣经所讲的 试炼 阿们 试炼 它有个目的 就是它其实 要帮助你 祝福你 走向成功 阿们 它是要提升你的 它是要淬炼你的生命 甚至你的品格方方面面过后 你的生命品格会更像上帝 你会更加的成熟 你会更加的完全 Yes 你会遇到苦难 你会遇到很辛苦的时候 有时候在过程当中 我跟你讲 真的需要很大的毅力跟坚持 很多的耐心 因为我很诚实地跟你们说 那我那两个月 那几年的那两个月 我的头脑里我不知道想过多少次 想过什么 诶 全校就你在这样练 算了吧 那么辛苦干嘛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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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500个 十个 可以了 你每天练十个 你也很厉害了 算了吧 那么累干嘛 放弃吧 没有人会怪你 可以吗 我可以跟你们坦诚吗 我的头脑 很多这种的声音 可是那个时候 亲爱的那种姐妹 教练给我的声音 也非常非常的清楚 他说你可以努力啊 你可以有耐心 沉住你的性格 耐心地去练 因为你很有机会可以成功 你会得到荣耀的那个冠冕 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试炼 阿们吗 OK 所以今天 今天我们先慢慢 我们下礼拜 牧师还会继续在讲 有关试探的东西 但是今天先让我们 开始去明白 什么叫做试炼 什么叫做试探 这段的经文当中 又讲到第二个 你会问说 试探 亲爱的那种姐妹 试探就不一样了 那什么是试探 基本在在圣经的原文当中 我们中文这样翻译 试探跟诱惑 两个 它其实同一个字 我们待会看英文 你就看得比较清楚 我把那个整个的字都 highlight出来 我们中文是不一样的 有试探 有诱惑 对吗 但是英文好像翻译的 比较精准 都是用tempted tempted 希腊文是同一个字 邀请大家 我们把神的话来念过 我们看看什么叫试探 好吧 一二三 请 当人受到试探时 不可说 是上帝在诱惑我 因为上帝不受邪恶的诱惑 也不试探人 其实每个受到诱惑的人 都是自己的私欲怂恿和诱惑 私欲怀了胎 便生出罪 罪 一旦长成 便带来死亡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上当受骗了 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雅各书 这样继续写下的时候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见 人会受到试探 但是来 人不能说一件事情 哎哟 上帝你看 你为什么把那个生命术 你为什么把那个 那个分别善恶术 就故意放在园中 故意要试探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知道很多人 刚刚信主可能会 你有问过类似的问题 上帝啊 你是不是故意 挖了坑 让我可以跳下去 上帝啊 你是不是故意 诱惑我犯罪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话语讲得非常清楚 上帝本身 他不受 邪恶的诱惑 听得懂吗 而上帝也不试探人 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上帝跟所有做爸爸妈妈的 是一样 做教练的 做老师的都一样 我们试炼人 为了让孩子 下一代 为了成长 对不对 但是上帝不试探人 阿们吗 这非常清楚 我们从圣经原文来看 那个方向 那个力道 一往另外一个方向 去推的时候 会推到哪 在试探 temptations 他的原文是 dragging away to what failure and death 诱惑 他有个目标的 以至于要把人 带到失败 带到死亡 阿们吗 所以这个是从圣经的 原文的字意来看 所以亲爱的同学们 你看到一件事情 这两个哪里不一样 上帝给我们试炼 是希望我们要成熟成长 并且我们可以培养 你知道吗 那个胸襟 那个肩膀 那个品格 为了是好 让我们可以承载 更多的福气 为了是神 可以把那个荣耀的冠冕 带上你的头上面 阿们吗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在圣经当中 魔鬼喜欢诱惑人 试探人 而魔鬼不管诱惑 不管那个外表碰到 是苦还是甜的东西 他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把人带到哪里 失败跟死亡 来亲爱的同学姐妹 你可能想说 牧师哪有 我家还活得好好的 活得好好的 我没有死啊 我还好好的 亲爱的同学姐妹 来那个圣经当中 讲的死亡 讲的是什么 圣人 包括什么 你听听看 包括什么 仇敌魔鬼 喜欢透过诱惑 来试探这个人 让人掉进去 那个诱惑里面的时候呢 包括要让人什么死亡 包括让人的婚姻死亡 要让你跟我的婚姻 是有个失败的婚姻 你开始慢慢 我解开什么叫做 圣人的一个状况里面 你知道吗 这一掉进去之后 让那个诱惑 那个事态是什么 让人的生命 和我的品格本身 我这个人 我做人 我的品格本身 是失败的 是死亡的 包括什么 包括我的职场 我的工作 原本神给你的祝福是什么 新起发光 神要你在职场 是做眼做光的 你翻开圣经 你看那个约瑟 你看但一里 他们在职场的人 然后你常常听到一件事情 耶和华与他同在 然后他所做的东西 哇 劲都顺利 哇 那劲都顺利 你的老板可能不认识神 但你老板看到 你手中所做的事情 劲都顺利 帮他赚钱 他说 哇呀 你信了是什么神 可不可以介绍我一下 所以现在用这边 你看到没有 所以是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 那个魔鬼的诱惑一来 那个试探一来 当我们一掉进去的时候 哇 我职场的整个人 你知道就完蛋了 你听得懂吗 现在慢慢解开什么 叫做试探 亲爱的兄姐妹 试探的目的非常清楚 最终只有一个状况 一个目的是什么 让人对神的信心 是走向失败跟死亡的 让人对于神的那个信仰本身 对耶稣的爱 对神的恩典这一件事情 到后来 什么叫做死亡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死亡就是没有任何的反应 同意吗 就是dead pretty much dead 所以我对神 我对神的爱 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 好像死掉了一样 亲爱的同学姐妹 这就是试探的目的 今天 你有没有稍微看懂了 试探跟试炼的不一样 阿们吗 有吗 你说一件事情 那仇敌魔鬼 怎么样去试探人呢 其实圣经有说 尤其在第十四十五节 我们一起把黄色的来念过 一二三 请 其实每一个受到诱惑的人 都是受自己的私欲怂恿 而诱惑 私欲怀了胎 便生出罪 罪一旦长成 便带来死亡 这个关键字 就是我把它的红色画起来 被自己的私欲 这就是试探的 亲爱的同学姐妹 我把神的话再说给你听 你知道这一切试探的关键 那个战场 在哪里打战 打得最凶 就是在你跟我的心思意念里面 我们的thoughts 我们的心思意念 是终极的那个战场 为什么 因为开始心思意念 我们所想的 就会变成我们的行动 我们就会做出来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行动 那请问 行为一直做 重复的做 一直不断的在做 会变成我们的什么 习惯 当变成我们的 这个人的一个习惯的时候 我们的继续去累积这个习惯 会变成你跟我 我们这个人的性格 characters right 难道不是吗 当你跟我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继续在累积之后 一直累积下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变成你跟我一生的命运 你会说 牧师你怎么常常在讲 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 我真的跟你说一件事情 当你活到二三十岁 开始信耶稣 你觉得 你重复操作二三十年的东西 会在信耶稣的 那一个小时之后 完全的改变吗 不会 成圣的道路是一生之久 可是你有一个盼望 就是耶稣说 我必与你同在 而你必胜过这一切 阿们 但是我们第一步 不要想错 原本说 所以很多人会很困惑 常常来找 牧师我怎么信耶稣了 可是我的还是 你就还是有了 所以你的战场 永远是在那个 心思意念的一个战场 所以那个神的话 在这边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特别注意 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的thoughts thoughts 请问心思意念是罪吗 有人说是 有人说不是 心思意念 我跟你讲 有时候我们念头 一闪过 其实很快 对不对 一闪过好快 那个心思意念很小 你知道吗 别人也看不见的 而且有时候我们自己 可能也很难察觉的 你知道吗 我们真的有一个科学的研究 脑神经的研究 一个人在大脑里面 闪过的心思意念的那个念头 我们讲念头 负面的 你觉得会几次 给我个数字 一天 就是一天的生活 你会闪过的负面的念头 两百 哇 两百次 有没有 谁说一千 是一千吗 你说 对 一千 感觉是什么拍卖 还没更高的 还是什么更低的 你们觉得吗 你们觉得我们人 就是average 从科学的这样子一个 一个研究来说 我们闪过的念头 我们不讲正好的念头 就是单单闪过我们人 那种坏的念头 有几次 很多次 多多算多嘛 有两百 有一千的 那再第三个好不好 我们看谁最接近 三四十 科学家研究 平均Average 不管年龄 年龄越大越 大概七万五千次 One day 会闪过 就是有一些东西是 你会recognize 但有些真的是 真的是就过去了 过去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啊 所以这科学跟我们讲说 在人 我们就是我们的大脑 我们就是会碰过 很多这种心思意念 这种的思欲的当中 就现在有时候 我们自己很难去察觉 尤其你看 七万五千多次 是Average 就算他统计的数字 是正负一万好了 是不是还是很夸张 还是很多耶 所以亲爱的同学妹 有时候我们自己 真的小到一个地步 别人看不见 我们自己可能也 很难去察觉 因为过了就过了 但是神的话 也告诉我们 有一些的思欲 一个念头啊 就是可能是 我很在乎的那个东西 可能还不是罪 但是是不好的 但是是扭曲的 是一些扭曲的价值观 就那个东西 小小的 一个一个小小的 在我里面 就是这个东西 仇敌魔鬼 很容易来去勾他 去诱惑他 圣经的话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把这东西 放着我们不管 它会在我们的里面 开始慢慢地 越长越大 如果它越长越大的时候 我们再没有好好去对付它 它就会变成一个 更大的一个 一个行为在里面 所以到时候那个行为 到我再不去管它的时候 它变成我的性格的时候 哇 那个真的就是 比较难难处理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往往在这个时候 你就掉进去了 并且可能会伤害了自己 也可能伤害了别人 对不对 所以亲爱的东西 今天我们一开启 讲到试探这个的时候 耶稣教导我们 要祷告什么 不要叫我们 遇见试探 但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 从圣经的原文来说 因为你会误会它 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是你不会碰到 请问这有可能吗 七万五千多次 你哪里 哪里可能 这正常是在我们 我们里面都每个都有私欲 英文是什么 Do not lead us into temptation 其实英文那个介细词 翻得蛮好的 耶稣是说 我们要祷告一件事情 天父啊 你保护我 不要让我掉进去 那个试探里面 你跟我都会碰到 但是我们可以跟神祷告 祝你怜悯我 知道我不完全 你保护我一件事情 不要让我掉进去 那个试探里面 阿们啊 或者是即便我在试探里面了 不要掉进去 我不要跌倒 现在一个里面 阿们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就是 我们开始第一步来认清 什么是试探的真面目 那牧师告诉你好了 我们翻开圣经 试探有好多 但是大概可以分成四类 Money Sex Power 哎呀 还有一些特殊性的 这样子一个个人的 一个软弱跟试探 来 亲爱的弟兄姐 Money他讲的是什么 你知道 在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抽取出来 在讲的其实就是一切的 包括物质啦 Materials Right Materials 那Sex 其实讲的包括是什么 包括我们所有人的情感方面 包括我们的性 包括我们的婚姻 包括我们的 跟丈夫跟妻子的关系里面 OK Power呢 就是我打错那个部分 权力 其实Power还包括权柄 还包括一个人的成就感 还包括什么 一个人的什么自我实现 有没有 现在很流行讲这个东西 自我 自我的实现 有没有 OK 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你告诉我 单单前面这三个来说 本质上它是坏事吗 我要封耶稣的名线告诉你 本质上它不是坏事 但是你知道吗 当你跟我 我们人 在创世纪第三章 人犯罪堕落过后 我们的眼光开始扭曲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们扭曲之后呢 我们就看事情看不准了 所以我们往往 我们会在这些事情上面 就失败了 就跌倒了 明明这本来就是上帝的祝福 OK 我们下礼拜 我会讲更多 有关于Power,Six and Money的部分 那个试探的部分 但第四个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讲到特殊性的试探 其实这里所讲的 大概是一个 一个范畴是讲到什么 个人你跟我不一样的软弱 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打个比方 每个人弱点不一样 有的人 有的人特别能够吃苦 你知道吗 尤其在比较早年 家里比较 没有那么有钱的时候 你知道吗 其实有些人是 特别能够依靠神 真的 就他在神面前的心 是竭力地寻求 可是到后来 当然神的祝福是吗 慢慢生活变好了 发达了 有钱了 这个人 后来发现 他可以储卑贱 可是他不能储财富 有些人是这样子 每一个人的软弱不一样 结果什么意思 钱一多 我们说钱多多 钱多多的时候 那个魔鬼诱惑 就是开始把老婆 把上帝 整个都放在一旁去了 那这个东西 在圣经旧约里面 我跟你讲 很多的君王 面对的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时代 我们从旧约来看 有的人 他是这样子 在富足的生活当中 他非常的感恩 他很满足 然后他也知道 是完全是 是神的一个祝福 他可以处富足的 他可以 但是有些人 他是这样子 当那个苦难跟贫穷 一来的时候 那个困难一来的时候 他的信心马上就 哇 就被打到地上了 甚至什么 包括那个疾病 一来的时候 我跟你讲 有时候 我们人就是这样 有时候人在 长时间的病痛当中 我们的信心 很容易就被磨掉 对不对 就在长时间的病痛当中 然后就是那个东西 心思意念的战场 然后魔鬼这样子一勾 一诱惑 然后我们都觉得 说对了 对了 都是上帝 他不爱我了 上帝不爱我 因为如果上帝爱我 为什么那么多的时间下来 我还是这个样子 难道不是吗 圣经有没有人经到 这个样的试探 有 约伯 对吗 他很能够处富足 可是在困难来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试炼 也是一个试探在当中 所以姐姐妹 你跟我不一样 有的人 他是在他的言语上 常常比较容易有破口 有的人 是什么 在情感上面 非常的容易 有软弱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跟你讲的一件事 今天要讲 你跟我 第四样 我们都不一样 我们都不一样 但一个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你跟我每一个人 都要认清自己的软弱 阿妈妈 我觉得这个好重要 这是为什么 我们要翻开 神自己的话 每一个人 要认清自己的软弱 并且常常的 为自己守望祷告 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 人不会因这 有软弱而失败 但是 你跟我 会有因为我不明白 自己的软弱 我们就不会寻求神 也不会去依靠神 而这个时候 在那一个点上 我们就常常会 很容易陷入 那个私欲的诱惑里面 而我们原本走得好好的 就突然间 时间一到 啪 就就 摔下去了 带来失败跟死亡 阿们 所以你现在开始慢慢知道 所以今天不是说 哎呦 你有软弱 有软弱是不好的 有软弱是不对的 No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跟我都会有软弱 而且每个人都会不一样 那个 那个 戳的那个点 每一个人被戳中的 那个点是不一样的 仇敌是很聪明的 那今天我们翻开神的话 你跟我要认清 你自己的点在哪 阿们 圣经说 不要给魔鬼 留地 补 只有你跟我认清 自己的软弱 并且常常的为自己 来守望祷告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你跟我才有得胜的机会 如果你不愿意去认清自己的状况 你就会觉得说 怎么我感觉一直起不来 我怎么感觉一直好像被打败 一直在里面 奇怪的 信耶稣 主啊 难道你没有能力吗 不是 神很有能力 但是是你自己在你的软弱当中 你愿不愿意醒过来 愿不愿意认清你跟我的软弱 并且 不是只有认清 并且为自己来祷告 来守望 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叫 见光死 你知道吗 你只要见了神的光 你就得胜 就是那么简单 最怕的就是我们 我们 耶稣我好爱你 神节 荣耀神节 神节 我们就好棒 对不对 在神圣节荣耀的光中 可是上帝有一件事情 你不要管我 你只是我自己 为我自己 心头所爱所保留的 你不要理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在那一件事情上面 什么地方见不得光 就在那一个事情上 你容易特别会跌倒 你有听懂神的话吗 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 刚好 她要分享今天的 云彩见证 那她刚好也要分享 她碰到的试探 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们把她以下时间 我们听听看 Boki好吗 Boki要来跟我们分享 她的故事 来 掌声鼓励 好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今天要做的见证是 还是一个跟我读书 有关的见证 第二季 这个学期我修有一门课 是新约纵览二 那这门课呢 我上个星期刚刚完成 一个其中考试 考试的内容是 所有的保罗书信 这个考试是一个避卷考 要求在考试的过程中 不给看圣经 也不给看所有的资料 但是因为我是在家里 自己考试的 其实没有兼考老师 所以我就有一点开始 不是很坚定了 因为我就开始给自己找各种借口 我就在想 我基础这么差 我的同学都是传道人 他们的圣经早就已经背得滚瓜烂熟 他们闭着眼睛也能考 让我跟他们一起避卷考试 好像不是很公平 然后我还对自己说 考试的目的是什么 考试的目的就是让你知道 哪里不懂 哪里不熟 那你不懂的地方 你去翻一翻 你就学到东西了 这不也是挺好的吗 然后我就在这里 我再次承认 我是一个很看重分数的学生 所以呢 就是我越是在乎什么东西呢 就越容易在那个事情上面被试探到 考试的前两天 老师有带着我们在网上做一个复习 他也知道我们估计很多学生会有这个软弱 因为我们都是网络学生 所以他就在复习的时候 他来提醒我们说 要遵守考试纪律 不要作弊 他就用一个例子来教导我们 他说保罗的身上有一根刺 他三次求主给他挪去 对不对 这根刺到底是什么 这根刺是什么 其实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但是其中的一个解释 就是说 这根刺可能是他在信主之前 迫害基督徒的那一段经历 虽然他在信主之后 他罪得赦免了 但是其实这一段经历呢 一直都会在他之后服侍 传福音的过程中 成为了一个大家攻击他的原因 所以老师就提醒我们说 你不要在考试中为了那一点点可怜的分数 让你以后的服饰有污点 他说你在考试的时候没有人看见你作弊 但是你一旦这么做了 在你日后的服饰 它会成为你身上的那根刺 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老师这个教导 所以我也听进去了 我之后就很努力地复习 然后也在考试之前有祷告 我说求神给我智慧 也怜悯我的软弱 不要让我在考试的时候 真的遇到太大的试探 是吧 你说万一考试真的很难 我会不会又忍不住去翻一下这样子 那后来很感谢主 我就考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 哇 我当时整个人就膨胀起来了 然后我就忍不住说 我要跟麦哥报名我要做云彩见证 我没有作弊我自己考出来的成绩这样子 但是这个洋洋得意 其实也没有维持很久 因为我突然间觉得 我是像那个很膨胀的气球 突然之间就瘪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自己内心很清楚 我还是在考试的过程中 我还是有一个地方不诚实 因为这个考试是这样子的 它有30道题目 前面29道题目 全部考的都是跟圣经有关的知识 但是最后一道题很特殊 他问这个学期保罗书信你看了多少遍 我们开学的时候 老师就明确说明说 你至少要看三遍 但是我实在是没有时间 我就只看了一遍 所以我不知道我在回答 我没有看三遍的话 我不知道有什么后果 所以我在答问题的时候 我看了三遍 然后我教了上去 我当时我就突然间在想 我说虽然我是 的确没有去翻圣经了 但是这个考试 我也没有百分之一百成识 我如果这样子上台做见证 有什么资格做这个见证 这个见证荣耀神吗 所以我就 我坐在那里思想斗争了五分钟 然后我就给老师写了一封信 我在信里边 我就向他承认我的错误 我说我其实只读了一遍 我说你帮我把这个分数把它扣掉吧 然后我说我承诺他 我会在这个学期结束之前 我会把剩下的两遍给看完 这样子 这封信发出去之后 我的心情真的很复杂 我的心情又沉重又轻松 因为很沉重 是我不知道我要被扣掉多少分 但是很轻松的是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他以后不会再来挟制我 所以当保罗求主耶稣说 帮他挪去身上那根刺的时候 主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做见证 我承认我自己的软弱 我也要夸我的软弱 好让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我在哪里软弱 就可以在哪里得刚强 谢谢大家 Vokey的见证我们很棒 很真实 这是你在这间教会 你会常常听到的东西 非常非常的真实 Vokey说 我承认我是那个非常在乎分数的学生 对不对 我记得他说 我越在乎什么 就越容易在那件事情上面被试探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真实 而且今天Vokey 他在台上跟我们分享的 这样子的一个见证 这样的试探 坦白说不是只有他 我觉得你跟我 我们都会碰到 难道不是吗 但是为什么我说见光使 他愿意把这个带到台上来分享 甚至还跟老师分享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你已经胜过了那一个试探 就算老师 就算老师把那个当 我以前在成学院的时候 曾经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也承认了 然后就是有个学长这么说 然后老师说好 那因着你承认 我还是要做我该做的 就是他把那个整个当掉 可是我要封神的名 告诉你 你会因此而得到荣耀的 完 免 你的服饰 会有恩高 你一辈子这样走下去的时候 神会与你同在 所以今天那种姐妹 你看到没有 试探 真不真实 真实啊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疫情过后 真的改变了很多 我们的生态 包括我们的上班 我们的学校的考试 越来越多的东西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是不需要有人在我们旁边的 他的老师那一句话 我觉得说得蛮有意思的 不要为那可怜的分数 什么 让你的 在日后的服饰有污点 来 我亲爱的电视 我跟你讲 什么叫做日后的服饰有污点 不是说从此以后 上帝都看不起你 不是 不是说上帝会一直 因着这件事情而定罪你 会一直要惩罚你 好像让你从此不好过一样 不是 现在这种姐妹 这不是 所有的污点不是指这个 你知道那个污点指的是什么吗 就是从那一个事件过后 人的生命开始有了一个破口 而那个破口 就会让魔鬼抽滴 开始有控告的 把柄 是那一个把柄 他会用那个控告的把柄 那个定罪感 让人永远抬不起头来 可能一般都没事 但是就是每次要你服侍神的时候 就把那一个状况 就那一个就刺回来在你的面前 让你抬不起 好像你永远有那个罪疚感在里面 阿们 所以亲爱的姐妹 这个所谓的污点是这个 老师爱我们 他不要我们踏入到那样的状况 但是之后我会跟你讲 即便我们踏进去过后 我们还可以求主 把我们救回来 可是那是下两堂之后再讲的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那一堂是什么 救我们 阿们 这个也是耶稣叫我们的祷告 所以是可以的 即便你掉进去过后 耶稣说你可以跟他求 求什么 恩典的主 把你再一直的拉回来 因为困难不大 耶稣最大 阿们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今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耶稣教我们祷告说 主要 这个第一步嘛 主要你教导不要掉进去 那一个的试探 我第一步就是常常我要认清我自己的软弱 如果我自己很在乎分数的话 那我知道那个就是我的软弱 如果我很在乎钱的话 可能下礼拜我分享一些钱的事情好吗 耶 你就明白 因为你唯有经过试探 你得胜 神试炼过 神可以把更多的担在你的肩头上面 阿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当中 我跟你讲 今天信息非常简单 牧师要说 你不可能不会碰到任何的试探 下礼拜我会跟你讲 一些的分享更多的 胜过试探的圣经的原则 但是今天我还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把神的话拉出来 在希伯来书 我们一起来念过好吗 一二三 行 我们这位大祭司 上帝的儿子耶稣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与我们一样曾经面对各种试探 却从来没有犯罪 所以让我们坦然无惧的 到他施恩的宝座前 然后领受怜悯和恩典 做随时的帮助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 我很喜欢我们总是要回到神自己的话里面 圣经说 耶稣他完完全全可以体恤你跟我的软弱 我们常常都说 我好软弱 跟别人讲 讲久了 可能别人觉得说 你还讲到什么时候 但耶稣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真正可以体恤 因为为什么 耶稣跟你跟我一样 他曾经面临过各式各样的试探 但是他跟你跟我不一样的栽点 他从来没有犯罪过 因为他从来没有犯罪过 他也面临过各式各样的试探 所以他明白你跟我的那种挣扎那个心情 他不只是明白 他更是能够把我们拉拔起来 因为他从来没有犯过这 所以神的话语鼓励我们一件事情 什么 So that Let us 所以让我们可以怎么样 坦然无惧的 为什么坦然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真好 因为那个污点带给我们的是什么 恐告 有没有 定罪赶 罪就赶 亏欠赶 以罪那个赶 让我们不赶 来到神的面前 可是神说 没有啊 他知道我们犯罪 他知道我们软弱 他也知道我们犯罪之后 有在犯罪 他也知道我们在罪里面很挣扎 他也知道我们励志行善 游得我 对吧 可是行出来 游不得我 保罗讲的嘛 他说什么 我真是苦啊 人生有没有苦啊 有 而且保罗说 在罪人中 我是那个罪魁 我是那个罪坏的 I know that I know that I know 我知道 靠得我自己 很多的不敢 但是神的话语 鼓励我们 这些众姐妹 让我们 坦然无惧的 坦然无惧 Boutly 来到 我好喜欢他的英文字 God's throne of grace 原来神有宝座的 你知道吗 那个宝座是荣耀 是大有能力的 可是每一个都想到那个 throne 觉得像审判 就是要打我屁股 要刑罚 可是没想到 他那个 throne 他那个宝座 叫做the throne of grace 来到上帝 施恩的宝座面前 不要再去想说 我 躲躲藏藏 我不想让人看到 所以我不敢 一直被定罪 因为我软弱 我爬不起来 对我就是 你知道吗 坦然无惧的来到 耶稣的面前 他知道 好领受 从他而来的怜悯 他有怜悯的 他给你 给我有恩典的 阿们吗 而且什么 在随时的试探 跟软弱当中 他可以给你我 随时的什么 帮助 神要帮助我们 阿们吗 所以我们人生 是可以有盼望的 我们刚才讲到钱 对不对 我下礼拜会讲更多 钱是不是问题 Money Money 钱不是问题 甚至我常常这么说 财富都是重生 对吗 这是圣经的话 但是我说什么 如果钱是我的弱点 那么 仇敌很容易 在我的心思意念里面 去诱惑我 你知道吗 有一些人 没有钱的时候 我正在告诉你 他特别爱老婆 特别 爱上帝 家里穷 穷得很幸福 我不知道你会明白 我在讲什么吗 特别 我无依靠 但是谢谢你赐给我 爱我的老婆 谢谢你赐给我 家里谢谢你赐给我 三餐可以温饱 谢谢 我觉得特别 但是慢慢 可能如果那个是 你跟我的弱点的话 慢慢 日子越变越好了 心里也很真实的 很真实的什么 很真实的认为 其实钱才是我的商品 很真实的 为了要追求更多的钱 慢慢你会发现 他的心被 被 被 Dragged away 被带走 他心被带走了 Sex 我的感情 我们的婚姻 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都是从神而来的 但如果这一点是 你跟我的一个弱点的话 假设这是我们的弱点 那么 那么 仇敌就很容易 在我们的心思 意念里面去 慢慢 一天一天去 诱惑我们 开始可能是 无伤大雅的 一个念头 那个就是包括在 那个七万五千多次 里面的那个念头 然后就 在没有人的时候 念头 闪过 闪过 可是慢慢那个念头 就觉得 好吧我进去放到里面 酝酿都不处理它 就在没有人的时候 就不晓得 你的电脑在看什么了 慢慢 我们所想的那些 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在我里面开始就长出来 慢慢慢慢慢慢 有一天慢慢慢慢 我们就 就 就 就掉进去 那个试探里头 就到一个状况 感情 婚姻 都搞砸了 对吗 Power Power 是 权力 或者我们说权柄 我们 我们有一些的人 我们 其实神塑造我们 这没有坏事 刚才有一首诗歌 所唱到 我觉得很棒 The power is in our guard 在权柄全力 都是从神而来的 阿们吗 那个领袖 也是从神而来的 你知道在我们里面 如果我们有些人 我们的软弱是那种 我们天生 可能我很渴望 被认可的那个感觉 我们的弱点是 那个很渴望 要有自我实现 我们很容易 就是掉进去那个试探 慢慢被勾走 变成什么 我们开始去掌控 我们很厉害 会去操弄 很容易就会 慢慢被心勾过去的时候 你知道 常常会发生一个状况 英文说什么 英文说 Fight Or Flee 有没有听过这样子 一个谚语 Fight or Flee 就是什么 你来到你面前 我给你拼了 我才是老大 我给你拼了 拼了那个位置 就拼不过 我就Flee 我就逃走 我就不干了 Fight or Flee 就是真那个权 亲爱的弟兄姐妹 权柄 power 我给你讲 本身 不是一件坏事 我今天还是 奉神的名祝福你 这都是从神而来的 但是 如果今天你跟我 我们 比较容易很着迷 于那个权柄 那个权力的话 那这可能是 你跟我的弱点 而仇敌 很容易地 在我们的心思意念 就慢慢地来试探我们 来诱惑我们 就到一个状况 是怎么样 你知道 明明你跟我 我说真的 也不要客气 明明你跟我 里面的那个特质 就是一个领袖的神量 真的 神真的在你里面 有心意的 明明就是的 可是 可是因为诱惑 那个味道被变了 可能是你跟我的 你跟我的骄傲 骄傲跟傲在里面 这样子不断地 这样子 manipulated 导致你跟我 好像多年下来 我们会没有办法 成为一个真正的 好的灵修 这也是一个试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话语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第十六节 我觉得我们 用神的话语 来做一个宣告 我们来念两字好吗 第十六节 所以那个地方 一二三七 所以 让我们 悍然无惧地 到祂的施恩的宝座前 好领受 怜悯和恩典 做随时的 帮助 再来一次 所以 让我们 悍然无惧地 来到祂施恩的宝座前 好领受 怜悯和恩典 做随时的帮助 最后一次 神的话 一二三 来 所以 让我们 悍然无惧地 来到祂的施恩宝座面前 好领受 怜悯和恩典 做 做我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做我在试探当中 随时的帮助 做我在 就算我差点 掉进去的时候 主啊 我呼求的时候 主啊 祢成为我 随时的帮助 阿们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信息非常简单 那我要邀请 好不好 你来到神的面前 就在我们每一个人 个人的软弱当中 你邀请耶稣来 帮助我们 你真实地来到神的面前 你这样 每个人一定有 我相信一定有 因为圣经告诉我 只有我的耶稣 他从来没有犯过罪 他从来不会被诱惑 他从来不会被试探 所以你今天如果告诉我 牧师我都OK 我没有什么 恐怕这是 你现在你要面对的试探 因为我的圣经告诉我 只有一位 他曾经面临过 各样的试探 他从来没犯罪 所以我不相信 我们当中会有第二位 我们比较是后半段的 是的主 我面临到各式各样的状况 常常犯罪 但是今天你的话语告诉我 我可以坦然无惧地 来到你的面前 不是审判的宝座 是爱的宝座 是恩的宝座 可以怜悯我 让我在我的软弱当中 做随时的帮助 安安 这是主 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主啊为着每一位弟兄姐妹 包括在献上的弟兄姐妹 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主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 打开你的话 主我们不用闪躲 天父谢谢你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地方 主我们每一个人也常常的 很容易受到那个仇敌的引诱 我们承认 我们不闪躲 但主我们谢谢你 你体恤我们 你怜悯我们 我们多有软弱 主你都知道 但你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 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 来到说亲爱的天父 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 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需要更多你的同在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主啊我们软弱的地方 你帮助我们勇敢地起来面对 逃避那个私欲 逃避这样的一个试探 主啊我们知道 你要赐给我们的是 生命荣耀的冠冕 你要赐给我们是美满的婚姻 主啊你要赐给我们是 得胜的职场生活 主啊你要赐给我们是 全人健康的生活 主啊我们就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帮助我们胜过 主我这个时候也特别 纪念思想到 主啊在我们当中 一些弟兄姐妹 他或许就在一个 极大的试炼当中 主很多的苦 我们真的不晓得该跟谁说 主啊很多的苦 我们好像还看不到那个答案 但是今天你的话语 你仍然告诉我们 忍耐到底 这个人有福了 主谢谢你允许这个试炼 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 不是要击垮我们 乃是为了提升我们 要淬炼我们 好像我们越来越像神你自己 是尊贵的 是荣耀的 是自由的 是有能力的 主谢谢你 经过了百般的试炼当中 主啊你要把那个荣耀的冠冕 赏赐下来 主啊但是这个时候 特别把那些在一个 大试炼当中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待到你的面前 主谢谢你 我们一切的难处 你都知道 你也必定要带领我们 走过这一切 主我们也相信一件事情 主 若是出于你的 主啊我们必不害怕 我们也相信 那个荣耀的日子 即将会来到 主啊你保护我们 我们不要失去那个信心跟盼望 在试炼的过程当中 我们继续的宣告说 天父 每一天我是合得的需要你 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 需要你与我同在 需要你 我才有更有能力的宣告说 主啊那在我们里面的 比那在外面的都大 主我们就向你献上感谢 天父谢谢你 听我们在你面前 众人同心合的祷告 我们这样感谢 祷告 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与圣灵的能力 感动与交通 常与我们的弟兄姐妹 同在 主啊在未来的一个星期当中 牵着圣灵抓你 带领我们 我们出我们路 你保护我们平平安安的 主让你的平安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里面 再次点燃那一把信心的烈火 那一火烈火被点起来的时候 不管是多大的失恋 不管是多大的事态 主我们知道 你必带领我们走过 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是爱我们的主 我们这样感谢 祷告赞美跟祝福 是奉耶稣的名所祈求的 阿们 给上一个大大的掌声 亲爱的兄姐妹 好不好 这个时候你祝福你走一两趴 你用你的话来祝福他说 天父好爱你 他与你同在 阿们 天父 好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